D&B Audio Technique 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了D&B Audio Technique的展台 那麼現在在我身旁的是薛先生 那麼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一下您 那麼首先本次的廣州展請問一下貴公司 主要是推出了哪些產品 有哪些的技術突破 以及未來主要是面向哪些領域呢 同時我們也想了解一下 和市場同類的產品相比 我們有哪些的競爭優勢 以及他們的產品定位是什麼 請您簡單的為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D&B大中華公司的薛萬玲 此次展會我們是隆重推出了SSL系統 就是掛在我身後的這組現正列音箱 它是一款緊湊型的現正列 其實我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已經正式發布了SSL 此次展會是在我們內地的首次亮相 它是我們SL系列裡面體積最小的一款系統 它還包括有流動版本和固定安裝版本 它的最大特點就是雖然它體積小巧 但是它仍然延續了SL系列裡面最獨特的技術 就是全頻段指向性控制技術 我們除了SSL 我們仍然會繼續在大力推廣我們的Soundscape聲音景觀系統 Soundscape它對於觀眾來說或者藝術家或者我們聲音工作者來說 都會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這類系統通常被稱作沉浸式擴聲系統 但是在我們看來它的實際應用是遠超這個形容詞的 因為它不僅可以實現聲音在空間上的定位 它還可以創建不同聲音所處的聲學環境 兩者結合在一起使用 可以更加真實地去還原模擬 創建各種各樣的千面萬畫的藝術效果 可以為藝術創作提供更多的一個可能性 好 謝謝 非常感謝您為我們帶來精彩而詳盡的介紹 那麼接下來有一個關於行業的問題 也是想請教您 我們都知道現在我們已經步入了疫情常態化的階段了 那麼結合我們整個音視頻行業的一個復蘇的發展趨勢 請問一下您是如何看待我們音視頻行業發展的這個變革和創新的呢 其實在全球範圍內也包括我們國內 沉浸生的體驗越來越受歡迎 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沉浸生技術 我們覺得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一個發展趨勢 好的 謝謝 好的 非常感謝您的讀到的見解 我相信觀看的朋友跟我一樣也很期待去體驗一下這種沉浸式的科技與藝術的結合 那麼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啊 那今天是我們 今年是我們展會的二十週年 那麼有沒有一些祝福的話 要和我們鏡頭前的朋友們說呢 謝謝啊 可謂砥砌前行二十載啊 相信廣州展呢 見證了我們行業的起步 成長再到發展 在這裡呢 中心住院展會越辦越好 發展越來越繁榮 同時呢 能夠為我們行業做出更多 這種科技與藝術融合的 這樣的一個興趣動力 並且呢 能夠提升 對應用者的一個教育和培訓 把這種最新的科技啊 更快的推廣和用起來 為你們行業呢 帶來更多的開放的 融合的這種理念 好的 非常感謝薛先生 為我們帶來的分享 謝謝您